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齐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今天我放工的时候 我的护士就抓住我 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 Dr Dr 他们讲现在市场上买不到米 是真的吗 这个课题我之前我有稍微的看过一下 但是我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就是说 最近全世界的 闹米荒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稻米的产量减少 所以这个米价就起的很够力 尤其是这个进口米起的很够力 所以本地米也是跟着起 现在 这个米起价 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会趁着这个米还没有起价的时候 就疯狂的 少购这个白米 所以会弄到市场上好像没有米 OK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也是蛮可悲一下的 他说他的 劳工 只是 1500块最低薪金 做圆球了 然后 平时 家里也没有吃什么好的东西 最基本的是白饭 现在这个米起价到这样够力 他说他是那个本地米 Sakilo从25块变成40块 挺好啊 从25块起到40块 他说那些进口米 从40块变到60块70块 所以这个 米价是起到蛮高一下的幅度了 他说他现在 他也 也只能减少吃白米饭 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 我看过一个新加坡电影叫做 跑八孩子 OK 他里面就有一部 就是说一个家庭非常穷的 就是那个男主角小男孩 还有他爸爸是黄文勇 他们整家人 只吃得起 白米饭 加酱油 OK 他们吃不起任何的菜 只吃得起白米饭跟酱油 So 在 以前我们对这些穷苦人士 最糟糕的描绘就是 吃 白米饭配酱油 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连白米都吃不起 要减少吃这个白米的分量 所以你想下 比那个年代还要糟糕 OK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案 一个新闻 但是这个新闻 也只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米价起到这么够力 造成了老百姓的 生活的负担 本来大家都已经被这个生活压力 传不过去了 压到传不过去了 现在 白米还这样来起价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那些本地米从 25块起到40块 差不多要翻倍了 然后 这个 进口米从40块起到60块70块 非常的严重 现在呢 是连白米饭配酱油 它都吃不起 你说糟糕吗 OK So我今天 我特地要讲这个课题 我就想 呼吁一下 或者是提醒一下 我们的政府 OK 现在呢 我们很多政治课题 一大堆那种虚无飘渺的那种种族宗教课题 但是 我还是认为 百姓 民以实为天 对于百姓来说 天字第1号最重要的课题 还是 这个 生活成本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 白米 这个米价 将来疯涨 我知道 这个是国际的大因素 但是呢 政府也必须 要做一些事情了 不能够就这样放任这个问题继续恶化下去 So 当你的国民 穷到连白米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你做政府的请问 你做何感想 你亲何以堪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 我们现在也不用去管什么 那个 种族的课题 宗教的课题 我们现在就简单一点 如何让 老百姓吃得上饭 真正意义上的饭 OK 平时我们说 吃得上饭 是 各种各样的食物 可以高档 可以低档 现在我们说的是 让老百姓吃得上饭 是真正意义上的白饭 太专业的 白米的 产量的控制 我是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清楚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 政府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 要 控制这个米的 价钱 让老百姓的 生活成本 不要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够力 我刚才讲的那个已经是非常的够力了 现在他说本地米25块起到40块 OK啦 我们说了 我们也不是很鼓励人家全部都是进口米 全部是本地米 好不好 本地米也要25块起到40块 但有没有办法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跌回来 跌成 30块 跌回 29块28块 可以不可以 所以政府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当然我没有办法专业的告诉你们应该要用什么专业的方法来达置这个目标 但是 我只能够给政府一个方向你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让这个米价跌回来 减低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 这个东西比任何的种族克敌宗教克敌都还要重要 今天我看到我们的科学部长郑利康 他有出来写一篇长文 澄清 说他那天 讲这个法式战 是很好的 是怎样的 你们都误解我了 当然包括我 讲我骂错他了 然后 然后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你们都误会我了 OKOK Bidi Bara 之类的 好啦 OK 我承认 我承认 郑利康的说法 当然 有可取之处了 但是我其实想带出来一个东西就是 现在马来西亚 老百姓 在反正吃饭的问题 你在跟我们讲 太空发射针 就算你讲的东西有道理 OK 但是 你站在 公关的角度 去想一下 老百姓应该 做何感想 老百姓 情何以堪 你往这个方向去小话一下 我在这里我不想反驳你的太空发射站 我只是想你站在公关的角度去想一下 当老百姓在烦恼吃饭的问题的时候 你的太空发射站 老百姓会想可以把它变成饭吗 OK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政治操作 OK 我只是给一些良性的建议罢了 提醒一下罢了 OK 好 今天结尾一句 就是 现在我在这里是胡怡政府了 什么政治课题 什么种族课题 宗教课题 全部摆一边 把米价跌下来 非常清晰的目标 把米价降下来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